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上,来到10月10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关带证券国际证券律师 吴礼言Kenn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Kenny 早上Irene,各位早上 星期三美股反复创新高 至于大家很关注的港股如何呢? 市场似乎都会憧憬中国财政部 星期六的记者会 是否会公布一些重量级财政刺激措施 所以见到夜日期都回升了四百多点 今早早有个好消息传出来 之前说过银行的五千亿互换便利 即是金融基础新的入股市工具 正式今天可以开始申请 看情况有机会再加盟 我们也看看中央是否还有很多货 我等下Kenny也和我们分析一下 港股现在的状态是如何 大家可以如何部署 有什么股票而难的话 也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我们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明你的名字和想明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联储局9月议息记录显示 所有官员都同意减息 但对于是否减息搬离 存在分歧 美国十年期债息回升 标指导致创收市高位 导致最多升481点 收市升431点 报42,512点 标指升0.7% 报5,792点 纳指升0.6% 报18,291点 反映中概股表现 金融指数跌了1.3% 欧洲股市做好 而美汇指数升大约0.3% 去到102.9的水平 日元跌了大约0.7% 新西纳央行大手减息0.5厘 纽币急跌1.4%左右 美国大手减息的预期降温 金价年跌6日 纽约油价 到星期二急射之后 仍未止跌 焦点美股 美国司法部巨报 可能寻求将Google拆骨 母公司Alphabet股价跌了1.5% Tesla反复跌1.4% Mamata跌近2% 最多的时候 收市跌幅收窄到0.4% 苹果升1.7% Amazon升1.3% 市场关注近日强势的英维达NVIDIA 能不能够挑战140美元的高位 NVIDIA最终要反复回涂0.2% 结束了五年性 再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京东美股比港股升幅近3% 美团升超过2% 折算报188.91% 阿里和百度升幅近2% 阿里折算报104.74% 腾讯比港股收市升超过1% 腾讯折算报439.25% 至于港股所纳比港股收市升超过2.7% 至算报330.76元 有邦升幅也有2%左右 比云阿迪升超过1.6% 匯豐和健康升幅也有大约1%左右 卫小里升幅也有4%以上 接着我们来看看今早外围市况 导致期货暂时都可以靠稳 明天23点到42,836点 接着亚太区股市方面 大致都是跟着美股向好 其中日本股市升超过0.4%左右 亦经平均指数39,466点 南韩股市升幅超过0.3%左右 澳洲市升超过0.5% 新西兰股市升超过0.2%左右 接着我们来看看恒之黑期 港股市应该有机会 今早可以打蛋 港股市升超过400多点 但我们先和Kandy 聊聊外围的情况 当然大家在外围看 美国今天星期四晚 公布通胀数据 昨晚先有联署局的议息会议记录 看到官员普遍都是赞同减息 但9月是否要减息半厘 似乎有些分歧 近日市场对于美国的 不计再大手减息的预期 是降温了 起码11月觉得普遍 现在的股市是四分一厘最多 你自己怎么看 虽然有这个减息预期 好像降温了 但美股好像还是强 尤其是在中资股回升的时候 美股又再发力 怎么看现在美股市场 我也是引述前债券大王格洛斯 警告大家要小心 美股的升势似乎是减弱了 建议投资组合专注防守性股份 并持有少量的债券 列举现在有些风险的因素 包括估值高企 地缘政治的风险 以及华府的债台高速 似乎会抵消通胀回落 以及AI的投资业的利好 Kenny你怎么看 美股破顶的格局是否会继续呢 没错 如果从一个美国的货币政策去看的话 我觉得可以分开几个方面去看 首先看议色会议记录 事实上就算没有公布这一次之前 本身大家原先都知道 在25个基点 对上一次25个基点下降 还是50个基点下降 本身市场的分期相略比较大一点 而现在看到 原先大家比较倾向于减50个基点 这种情况 我觉得更加倾向一个预防式减息为主 未必减息步伐来得很快的时候 我相信在今年年底之前 继续有两次 其实我觉得概略亦相似比较大 但我觉得再减50几点 这就暂时似乎不是很现实 但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一段时间 美国经济表现 其实整体上我觉得 过去两年多以来 美国联储局对这个货币政策 所执行的方向或者力度 其实总体上我都觉得比较理想 包括由早段去抑压一个经济过热 或者是一个通胀过高 而到现在慢慢地把通胀推下来 但经济仍然保持得比较平稳 所以总体上我觉得 他们的货币政策 其实做得的确是不错的 对于市场来说 虽然看到大家 就觉得未必很快地再大幅减息 但市场似乎不是很受太大的影响 最主要是因为 其实如果回顾过去 这么多次美国联储局 开启这个减息周期 往往代表着 其实美股的升势 其实就不是结束 反而是还有一个 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可能大家会觉得 因为本身美股都已经累积升了这么多 会不会再对王后星势 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呢? 但其实如果大家細心地看过去 每一次减息周期开启之前 基本上美股都不是处于低位的 所以我觉得从过去历史的经验判断来看 美股强势有机会维持着 同时如果现在以三大指数去判断的话 其实相对做得比较强的 就包括了道指和这波500 基本上已经是 在历史高位或在庄历史新高 反而走得比较慢的 会是科技指数 即是纳指 但纳指 如果从一些微管因素去看的话 我觉得利好因素也相对比较充足 比如近段时间 有些科技股的数据 比如台积电 昨天公布了9月份的 营收数据变得比较理想 代表着整体第三季的收入 也是超过市场预期 也带动到NVIDIA那些芯片股 我相信大家对它们的看法 就真的未必特别差 就算NVIDIA也好 它本身的新的产品 就是Blackwell那些 本身现在都是住一个 供不应求的局面 再加上明天 就是Tesla 亦公布人工智能 Robotest 以及第三代人形机械人 我相信这些都是市场 继续有所憧憬的 所以综合刚才这么多的因素分析 包括货币利率 包括整体宏观市况 以及微观企业一些未来的表现 我相信美股似乎短期的 上升动力都仍然存在 所以我觉得暂时 对于国外市场来说 有机会也是一个偏向利好的因素 所以